大家好,我是Paris 6月5日跑馬地馬場 將會上演今季最後一次的快活谷野賽 大家既要把握機會出擊 用Race Involator備戰幫手 那就自然得心應手了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第六場 第一班千百米跑馬地銀廷 已經連續十次在谷草賽事 有頭馬進將的練馬師方家柏 這場派出包裝博士和聖哥爾列陣 其中五號馬聖哥爾過往 兩箭同情取得一貫一鴨 賞明率達8分 這次蓄銳而臨 能力和狀態評級都屬於前列分子 不知道Racing Monator 怎麼看他的真正機會呢 馬上看看預言吧 這部什麼時候 新年已經應聲大出 同個世界金絲快象都出得快 包裝博士縮龍聖哥爾都不晚 接著還有卓爾非凡旅遊名牌 最必勝和威利加數 在尾暫時是魅力星和威利飛遠 開始轉仰和軟灣 步速很慢 大摩一隊全都在前面 帶頭是申力英 同個世界步驟第二 聖哥爾急不及待上來拍住 金絲快象縮龍 接著他們就是包裝博士 旅遊名牌最必勝威利加數 都拉出我當上 入隊最後直路 前面仍然是大摩一隊爭 申力英是壓住同個世界 金絲快象縮龍 聖哥爾已經拼命 不斷騎上來 但還未追得近 最有200米 申力英仍然壓住同個世界 但同個世界這兩步 衝得很厲害 不如近 後面金絲快象縮龍 聖哥爾仍然爭持不閒 前面同個世界這兩步 壓過申力英,看來贏得 過了點,同個世界第一 申力英第二 聖哥爾直路雖然衝得挺厲害 但組段步速太慢 最後只是跑第三 表演其實不錯 接著我的看法 會跟Raisyman的分析 有一點不同 大家不妨參考一下吧 雖然5號碼聖哥爾今年 在同程三級賽一月杯 輸給今次同場的同個世界 不過他之後只跑過一場 而同個世界就跑過六場 從體力角度著眼 聖哥爾應該稍勝一籌 加上他在賽前試過兩課泥閘 表現不錯 看來現時的狀態 已經有贏馬時的水準 相反同個世界 贏完一月杯之後 最近六戰只跑過兩次第三 縱使當中兩場是高手雲集的 一級賽雷王杯和冠軍棋姐打杯 但他已經消耗了不少體力來應戰 狀態方面應該有所下降 對手方面 後備補入的威力飛越底缸後 兩戰都是流口角逐 不過今場排在十二檔起步 同場快馬又不多 假如他為了克服劣蕩 而改用前領的跑法 不知道對賽事的形勢有甚麼影響呢 立即再看看 在這步的時候 新力英應聲彈出 威力飛越二 擺前走 我當時也要殺你 同個世界金絲快將都出得快 包裝博士、粟龍、聖哥兒都不慢 接著還有卓爾非凡 旅遊名牌最必勝和威力家嫂 在尾暫時就未力升 開始轉讓外軟彎 步速正常的 大摩一隊全都在前面 新力英單騎領放 同個世界貼難第二 聖哥兒急不急 我當想到你黏住同個世界了 整三個馬位之後 才看到包裝博士和粟龍 接著他們是旅遊名牌最必勝 威力飛越 金絲快將跟來這裡都退了 沒甚麼 入隊最後直路了 前面還是大摩一隊爭持 新力英壓住同個世界 聖哥兒在外擋都拍到上來 後面包裝博士、粟龍都展開衝刺 將有200米,新力英仍然領先 一個馬位 同個世界衝落不算很厲害 反而外擋聖哥兒這兩步衝得挺厲害 前面新力英走勢有點轉弱 聖哥兒立即衝上來將它追過 過足點,聖哥兒第一 新力英第二 同個世界第三,粟龍第四 只要記住以下這一個網址 和QR Code 就可以免費下載RacingMonator 之後調教救人數據,預測賽果 立即帶我們來試試